哈喽我是RUNN 在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你分享的是跟目标设定有关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下用不同的角度来叙述我的目标 是不是能够更有能量 更有力量 以及呢 你可以更轻松的去完成你的目标 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结果 如果说呢 你过去有做过目标设定 但是呢 或许结果 并不如你的意 或者是你想要再更上一层楼的话 我想今天的一些方法跟观点呢 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给你一些不一样角度的思考 OK那么 在过去这个几个影片呢 我们录制的方法呢 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可能看到的是 我录制的器材不一样 或者是我讲话的内容 风格 不太一样 但是呢 更大的不一样在于说 其实我在这几次的内容啊 比较没有那么特意的去设计 说这个主题 这个关键字 讲的流程 要特别去抓到 谁的注意力或目光 它更多的是我 每天真实的一些感受 跟我的心得 所以说 不见得会有很多人看到 或者看完 但是 它就是 更随缘吧 就是 如果说看的人刚好有feel 他可能会看完 我们可能会有 我们会有一些共鸣 那如果没有共鸣的话 那也无所谓 因为他可能看不到我讲这段话 OK 好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 今天讲的是目标设定 其实目标设定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关于它的步骤 它的一些要点 还有一些特别目标设定的方法 设定我们 甚至我们有一些影片在讲说 不要再做目标设定了 你应该改做什么东西 对吧 我们有很多的内容 你可以去往前看 那今天为什么还要再讲目标设定呢 原因就是因为 当我们在更根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有一些改变的时候 我们在看待这些所谓的技术 生产力方法的时候呢 也会有不一样的角度来诠释 这时候我们更可能可以去找到一些 更有力量的东西 如果我刚刚讲这段话 你听不懂的话呢 我第一次是说 举例来说 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 它建筑在 从最小的学问 可能从哲学开始 往上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这样往上 举例来说 念机械的 土木的 它可能直接拿了一些 物理数学的理论来使用 对吧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根基上的理解 有一些改变的时候 或许我们在工具端 工具层面 比较表象这个层面 我们做的事情会有些改变 那这个目标设定的关联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目标设定 以往我们在做目标设定的时候 我们会做 所谓的 最终我要得到什么结果 以终为时 然后呢 倒推 拟定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来执行 基本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一些书籍 他们来讨论到说 人类的意志力 可能并不是那么足够 所以你需要从潜意识身边下手 做一些什么事情 OK 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或许未来我会讲到这东西 我今天是想要从目标这个角度 我们来观看 目标是这个样子的 或许你会从不一样的面向 我们之前讲过 从财富 从健康 从我们人人的关系 爱的这一块 还有我们个人的一些自我实现 一些增加你幸福感 或是你喜欢的事情 在种种面向 我们都可以设定目标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 我们在设定这些目标的时候啊 其实自然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可能不是自然 但是我观察到 或是我自己体验到 自然的 我们比较多叙述的 都是 就是我能得到什么事情 像是我要赚多少钱 我的身材要变成什么样子 我的公司要有达到什么样规模 对吧 这个不好吗 当然没有不好 他只要是符合这个 smart法则的 他都能够给你大脑 一个明确的方向 然后能够让你前进 你会感觉到压力 你会有一些动力 但是 有没有 我们应该这样讲 我们刚刚讲说 在根基上 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之后 我们对表层的东西 会有一些其他的诠释 那我毕竟就在想说 叙述目标方式 如果只把焦点 放在我身上的话 这真的是力量最大的做法 这是最明确的做法吗 就我现在认识来说 他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这个要讲到很多东西 可能 这个简短的影片 不会讲到那么多 因为我每个影片都在十几分钟 但是我想直接先讲个结论 结论就是呢 如果你有看老高最新一节影片 你可能有看到 他讲到说 在宇宙最起源的时候 是只有一个意识 一体的这个概念 对吧 OK 好 姑且不论你如何理解 或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农场文 还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到各个宗教 各个派别 他们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的方向是很一致的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共同体 或者是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 它有一个集体的意识 一个能量 又或者是说每一个个体在发出它的意识的时候呢 会有能量彼此的影响 会有一些共振 或者是彼此 因为 因为你给予这一个集体更多 而你可以拿到更多 像给予的力量 这类的书 讲到类似的概念 对吧 我想大概你都可以去理解一些事情 为什么是比受更有福 这些概念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 建筑在这个概念情况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在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如果可以把焦点 从只有自己身上 往外移到整个集体 你的动力 你的动机 你的能量会更高 这个东西从比较理性层次的探讨 就是说 你要想的是你要去帮助人 对吧 你要去给予这个社会 这个群体价值 对吧 如果你给予了更多的价值 你帮助了更多的人 你就会回收更多 对吧 这个是我们过去的理解 这个不难理解的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从集体意识 它是一个一体来想的话 就是本来就没有分你跟我 本来就没有分他们跟我 全部都是一起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能量去 这个影响去灌输到这个集体 这个更大的整体上的时候呢 你的能量是会上升的 你会去得到更多 OK 那这个东西可以推出什么东西呢 可以推出的是 你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你需要去再问自己几次为什么 我们之前的讲的是说 如果你可以继续问自己为什么 说为什么我要得到这个目标 我得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会有什么感觉 为什么这个对我来说那么重要 你可以写下很多很多的理由 这个在这个Tony Robbins的RPM里面 就讲到嘛 这个目标对你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在更推广到更大的层次 讲的是不是对你的意义 而是对这个集体的意义 也就是说 你完成这个目标 你能够帮助到谁 你在这个帮助到 这个集体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有什么感受 而他们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如果你可以把焦点 根本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 你的行为变得更有意义了 然后呢你更具使命感了 你更想 你更想要 我就是一定得完成这件事情了 就是他非要不可的这一个 这一个决心 这个动能 他变更强了 原因就是因为 你不是只为了自己而行为了 而是为了一整个集体 OK 好 刚刚这个有点 他绕来绕去绕去 但是我希望 我想你应该听得明白我讲了什么 就是影片还看到这的人 你没看到这的人就 中间就已经受不了了 那你如果看到这了 我想你应该理解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几件事情 就是说 由于我们是一整个 一整个 能量体 那么你如果能够把 你的能量灌输 帮助到整个集体的同时 他就 同时也是帮助到自己 他会用各种形式 回到你的身上 什么样的形式 不一定 你也不去 拘泥 执着于 他会用什么样的形式 回到你身上 但是 由于 这就是一体的 所以说 你帮助到别人的同时 就是在 帮助自己 你 如果他用逻辑性去思考 他用什么方式的话 你当然可以去分析几种 就是说 有些时候是你心性上的转变 有些时候是因为你 改善了整个大环境 所以你回到 你会因为帮助够多人 在商业上 你可以赚到很多钱 或者这也是一种理解的方式 或者是因为 你发出了某个好的念头跟力量 它会回到你身上 总之 我认为不太需要用理性逻辑的层次 去对这个事情做太多的解释 但是呢 当你相信这件事情之后呢 它会发生的微妙的变化 是你的目标改写 改写成为了整体 为了更多的人 为了一个集体 而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能量 你的动能 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意愿 跟你的使命感 你非要不可 非达到不可的这个决心 全部都直接上升了 只要你改写这个目标的方式 OK 那所以 对于我来说呢 我去理解的事情 我们讲一个小小的应用上的话 就是 我录这个影片 它如果只是说 因为我多录影片 我的订阅数增加 会有人观看 之如此类的 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个人的目标 对吧 我要录几个影片 这样子会有多少观看 这样子我可以有多少流量 我会有多少订阅 这是更我的层次的 但是如果我换个方式思考是 我今天学了一点东西 我得到了一些好的能量之后 我透过这个影片 变成一个能量的放大器 因为我如此 我这样子讲个十分钟 可能会创造出来的 或许是 随便讲 可能是三千分钟的观看 那么呢 它就让十分钟 去影响到三千分钟了 它的能量就放大了 那这个行为呢 对整个集体 它会是有帮助的 而且它在自然筛选下 就是反正没看到的 它没看到 有看到的话看完 所以说总会有一个人 最少会有一个人 它得到一些东西 姑且不要说帮助 说我的东西 一定可以给你帮 它是 它会触发一些事情 它带来一个讯息 给你 真的看着你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行为 它就是帮到集体的 那么如果说我的目标 就是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就是对这个集体 对这整个团体 对整个群体 去投入更多能量的话 那么我就应该 录更多像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在现代 在现代的时候 一个能够放大能量的一个 一个媒介吧 一个工具吧 OK 所以这个是在应用层次上面的话 我如果这样去理解的时候 我应该会有更多的动力 去持续录这样的东西 而如果我只是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总是能够去找到一些 理由或借口 去停止不弄这个东西 这东西也可以推广到 一些在学社群营销的 这个朋友们 如果你只是把焦点放在说 我不敢讲 我录的这个很奇怪 你就会把焦点放在自私身上 就自己身上 这是个自私的行为 就是我只在乎我的感受 我怕我录出来之后呢 别人看的时候 会觉得我很奇怪 所以我在意的是我的感受 而不是在意的是 我脑袋里知道的东西 说不定会对有一个人有帮助 即使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很奇怪 有一些人会觉得什么 但是只要有人可以得到帮助 我就应该采取这个行动 他把焦点放到别人身上了 所以这个是 你可以去试着用这个观点 去改写的目标 相信你会感觉到更多的力量 更多能量 OK 好 所以以上就今天一个很快的影片 未来会再录什么样的影片呢 不一定 走一步 算一步 然后上次有讲到说 我有很多新的书 我们还没进到这个方面 还没进到这个方面 现在都还属于在一个 每天闲聊一下的 那么这一系列影片 因为标题内容的关系 不见得会有很多人看 但是这个的无所谓 就是蛮有意思的 当作是一个日记 那么我们明天影片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